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子舒 你要问我什么 这是什么呀 不是你刚才 你刚才说要问我什么 不是你刚才问我什么 你刚才 那你怎么高中没读完就不读了 你不是知道吗 我早就告诉你了 说了是读不出来 不会吧 真的 因为你这么聪明的还读不出来 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真的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那不是你的原因吗 我管我什么事 不是跟你有关系 那时候我都不认识你 我都还在湖南 你在江西 梦里认识 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拿一个袋子过来 你想 你拿得到这么多吗 刚好那里不是空了吗 好可以了可以了 手都抱不到了 哈哈哈 抱孩子一样 要把那个冻的拿出来 没冻的再放进去哈 说呀 说一下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答应了吗 说了是读不出来 然后老师就是觉得我这个人 然后老师就是觉得我这个人 在那里头也是浪费几元 哈哈哈 浪费助我的钱 让我 回家上了 骗人的吧 真的是 真的没有骗你 你告诉我啥人太笨了 骗老师的嫌弃 不可能 不可能 看你人长得这么标致 也这么水泥 也应该不可能那么 能听到你这么夸张 我太不容易了 我想知道 可能粉丝们也很想知道 别说那些评论器里面 确实很多想知道的 所以说吧 好 我就给你把货摆好 下面那些还是 那些 那些 很重的 谢谢姐姐 你跟那些 那些八糟的 先放这上面哈 这还好重 我快把那个压换了 这些都是以前 那个老板的货 我昨天把它 稍微清理了一下 捞一下行吗 那你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就说呀 那你把那些活都干了 哈哈哈 才对的 你妈很漂亮 财面是你最麻烦的 谁说的呀 你不要在这里 变相的坏人好不好 你就是想要我做你的女汉子 你看你摆的是可以啊 很好的 钱 那是这样的 然后定一样 你看你昨天 踩那一下多好 多少多了 哈哈哈 等一下这个洗粉就 掉了 不要停了 把这个扣起来 楼上还有一大支箱 谁要的 拿手不卸 哈哈哈 这一排货架是 这个手笔地方放了 然后就 这里就脏了一棒 另外一棒 放的是那个栗子啊 老方 要告诉你吗 嗯 就是昨天发了一个 带小孩子去报名的视频 就是我 就是挺感慨自己 嗯 当年就是在学校留下的这个遗憾 其实也没有大家在评论区说的那样 哈哈 大家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其实这个原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心酸又无奈 我觉得我们的货架加的太密了哈 对啊 对啊 对你好小 嗯 可是没办法 它中间有一堵墙 这些先别摆了 好 我现在采访一下你啊 你当年为什么不堵 我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东西呢 本件是在哪里啊 快速 别人都找不到这个了 大家帮我都是接我的伤疤了 我知道 是不是因为没有钱 你怎么知道 以前我家真的是没有钱 以前的农村 基本上 是我家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钱 然后遇上市了 知道吗 要么 爸那么支持我的人 怎么可能会不让我上我这个包装 肯定是希望我 上大学啊 那应该刚好 爸在工作中受伤了 然后 又做手术了 家里面没有经济来源了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之前家里面又没有存放 所以 遇到一点事的话 所以我就这样子 放弃了我的 你的学业 你的梦想 梦想 你的前途 没有梦想 所以 所以 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一个词 等用手电机的时候 把它这个 好 小灵应该摆在最头上是 快你说完啊 就是这样的事了 还有什么了 你还想问什么呀 真的是没有当年没有钱 你以为像原来学的那些网友说的那样吗 那他们都是针对你的 说是你 我 我又不认识你 他是人家 一个江西一个湖南 人家 你不会正以为我有初恋吧 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没良心 我的初恋 除了你还有谁啊 没良心 你怕不怕 我等一下揍你一段 好像还差好多货 那我也累了 你累了 那你回去休息吧 好的 好的 我们说了吗 那你还不走 还有实在是累的不想动 每天都是家货家货 确实 现在那些凉油的还没有来起 凉油 凉油 凉油明天会来货 说实话 我一直觉得很迷上 但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只能 去做一些我这个年纪 该做的事了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了 我的希望 多寄托在小孩子们的身上 也希望就是正在求学的你 一定要珍惜眼前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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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